这次讲解的是移动循环动画。 移动动画目前仅需要配置三个资产。 一个是前向移动。 还有前向移动的左弧行转和右弧行转。 如果没有弧行转资产,我们将使用程序倾斜偏移来模拟该效果。 VR版本会添加其他的三方向动画,也就是程序化的八方向移动。 移动动画资产也需要配置对应的运动曲线数据。 我们先生成运动曲线数据。 然后,我们还需要生成脚步位置曲线数据。 以及用于姿势查询的脚步姿势预估之曲线数据。 可以看到已经生成了对应的曲线。 然后还需要配置脚步权重曲线数据。 我们需要找到两个对应的停步动画。 这里如果没有停步动画可以使用其他方式生成。 具体使用方法请看Vet的教程。 采样后会生成脚步权重曲线数据。 然后,在这个移动动画结构体里面配置对应的数据。 切记,配置完之后,一定要点击排序按钮。 Ve版本使用的是旋转偏移动画。 弧形动画叠加将在之后更新。 所以,再往下看。 对应的棉转偏移动画变相线。 对应该是旋转偏移动画。 对应该是旋转偏移动画。 什么的棉转移动画。 所以,我发现。 线转偏移动画像是旋转偏移动的行为。